黎智英案第四名重返证人是12港人之一的李宇軒 他接受控方主问时透露 他曾经发动三次众筹 背后都可以看到黎智英的身影 第一次在2019年6月 李宇軒在Telegram认识律师助理陈子华 讨论在G20峰会前夕 透过全球登报将香港反修例示威的场面 带到国际舞台以争取外国支持 他们在GoGate Funding众筹平台 开始网页发动众筹 再透过在连登讨论区等宣传 最终筹得超过目标今晚的大概700万元 由于收款户口出问题 为了赶及在海外报章登广告 李宇軒先动用300万的接触电子 但仍然未足够 陈子华表示可以找人帮手电子 他之后指 有Uncle可以电子500万 但当时没有透露是谁 李宇軒后来从收据到得知 电子的公司为加拿大公司Live Hotel 以及香港力高顾问有限公司 两间都是黎智英名言的公司 最终G20全球登报计划 在13个国家和地区 17间传媒机构登了广告 以信件形式 刊登众筹G20投版公开信 要求国际声援 下款就是香港市民 英国围报 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传媒的收据显示 Live Hotel代缴付了相关广告费用 而意大利晚邮报的广告费 就由另一家公司力高支付 其间陈子华曾经对李宇軒表示 上面几人担心走售 于是要求李宇軒签署本票 作为电子款项的还款凭据 又要求李宇軒将156万港元的还款 传入一家名为Trapier的台湾公司 而这家公司的董事 是黎智英的私人助理Mark Simon G20全球登报一共花了596万港元 扣除其他网上宣传到行政费之后 众筹剩下的大约15万港元捐给612基金 第二次众筹就涉及协助攬炒巴勒祖迪在英国登报 当时的主题和中英联合声明有关 由于虽然一张带出以夫人握手的新闻图片 结果透过陈子华向黎智英提出 批准借用苹果的版权相 这次众筹坐在大约30万8千英镑 除了登报费用之外 余款用作支持刘祖迪在英国的活动 包括和英国的国会议员会面 筹早监选团到香港监察区议会选举 也及和香港监察罗杰斯合作 与前国都彭定康、联署签名运动 反国安法等 李宇軒也透露 2019年8至9月 他们将在海外登广告的实体报纸 集合到香港举办再一场报纸展 获苹果基金资助 至于同年的第三次众筹 即是由G20和揽炒团队合作的G揽众筹 就希望引起国际关注香港民主自由 和修订逃犯条例的情况 众筹目标款项超过180万美元 由于收款户口 需要曾经处理大额交易 避免面对洗黑钱的风险 因此先找了一位美国有钱人贴助 但户口最终未能提取众筹款项 于是透过陈子华 找了Mark Simon借出他的美国户口 李宇軒表示 当时Mark Simon要求 将款项再转到一个信托户口 于是开始了一个命为 The Project Hong Kong Trust的户口 以减低被香港银行系统 凍结资金的风险 据收支表显示 这次众筹总数为180万美元 行动支出大概730万港元 当中633万为广告费 李宇軒便电支了270万 陈子华一方便电支了350万港元 主要都是黎智英名下 拉素特之父 到2020年5月 再有一次名为重光计划的第四支众筹 但李宇軒和陈子华、刘祖迪商讨后 认为由于国安法即将生效 身处香港的李宇軒 使用香港银行户口处理 会务上被指洗黑钱或租冻结资金的风险 因此共识认为李宇軒应退出众筹